好 大家好 今天開箱這個所謂的 子宮鏡的刀 數節刀 那所謂的能刀是什麼樣子呢 一般來講 這個就是手術式子宮鏡 第一個它一定是需要麻醉 第二個它一定是硬式子宮鏡 所以說要有一個比較 口徑比較大的子宮鏡 放到你的子宮裡面去 然後把裡面 你子宮裡面的 譬如說 有息肉 大的息肉 還有小的肌瘤 那至於這種子宮黏膜下的肌瘤 它可能要塗出一半以上的那種小肌瘤 那我們可以使用子宮鏡 幫你把這個子宮肌瘤接觸掉 那它原理就是說 放入子宮鏡之後 我們用我們的設計 比較精巧的一個器械 然後放進去之後 然後如果說有瘤在這裡的話 有留在這裡的話 這個刀就可以幫你把它 把那個肌瘤 切除掉 消掉 完全不需要通電 完全不需要用電燒的方式 來切除肌瘤 所以說這個肌瘤就很方便的把它削掉 削完之後 那個我們這個管子就會把肌瘤的血血引入出來 那錫瘤也是一樣 它錫瘤是另外一組比較設計精巧的一種器械 然後進去之後 然後利用這種這種器械頭的一個轉動的方式 幫它把錫瘤很快的消掉 大概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 它是不需要導電 不需要通電 也不需要電燒 比較不會破壞子宮內膜 那第二個 它手術時間速度很快 減少麻醉的時間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它的手術的位置會比較乾淨 也不會破壞到其他子宮內膜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幾個優點 那當然有這個優點 因為這些器械 因為它設計得非常精強 這種器械也比較昂貴 所以說通常是智慧的一個手術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